非常感谢家世德 感谢大家 让我们今天有缘相聚 分享我创作的一些故事 对于我来说 创作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创作 每一件作品都是个人 或是文化经历的主观投射 创作人就像是岁月和记忆的示范者 从多个不同时间和空间 使来生命的极光片语 转化成全在的生化 把一个宝石放在显微镜下 再放大一千倍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把一块树皮放在镜头下 也放大一千倍 你又看到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也是一种经历 这样一刻的感悟 也是一个感受 我每日的经历和感受 来自我对生命的观察 也来自我与万物的互动 在生命与生命的关系上 我是主动的 也是被动的 我等待 我也期待 偶然 逼不及待 有时候我冷静地连智子也觉得惊讶 有时候我的热情令我像压在终点线前的运动员一样 灵魂率先冲了出去 如果要理性去分析 我也必须用上情感 我所谓的创造力 就是在种种矛盾状态的拉扯下当生 而这些竭尽精神分裂的很多个我 完全在我里面发生 创造力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的是成果 我可以呈现的也是成果 我往往难以表述过程 我可以告诉你 我先做A 再做B 然后有了C 但是在我做到A之前 我的心 意 恋里面 已经发生了千千万万次的裂变 千千万万次的对时 未行出第一步 我已经想到了第一百步 很远 也很近 丝毫未变 已经走过千千万岁 又回归原点 具体一点去说 很多人会问我 你先有宝石还是先有意念 我的答案是含糊的 因为天地初开之前 也是只有混沌 有了光 然后才有了一切 但那不是来自灯泡的光 也不是来自月亮的光 是来自记忆最深 最静之处 一道明星 见圣的光 当记忆 方块聚合 当下的我 与过去的我 找到了时空 教会的时光 来龙就是去脉 终点就是起点 我是个不守本分 又不安于现状的人 由十六岁 宝石雕刻开始 一直都在追求 不同类型的创作主题和翻译 无论如何转变 有一个主题 一直直跟我的创作 一直陪伴我成长 我一直在变 它也一直在变 这个能够千变万化 而又历久一生的主题 就是蝴蝶 今天我不说诗音切歌 不说太金属 不说翡翠 也不说诗音陶瓷 就只说蝴蝶 童年对于一个人的发展 很重要 虽然我已经六十多岁 胡子都黑白了 但是我还是牢牢地 记住了童年的一些往事 这些经历 一直影响着我的创作 我对蝴蝶的第一个印象 是会飞的色彩 小时候我看见蝴蝶 不知道蝴蝶叫做蝴蝶 我问妈妈 这些会飞的颜色是什么呢 妈妈说 这些会飞的颜色 就叫做蝴蝶 从此以后蝴蝶在我的眼中 就等同于会飞的色彩 我用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极感的宝石 我用钛金属各种各样的色彩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又让色彩飞起来 我的蝴蝶很不规矩 它们的人口都是不对称的 有一点方式 有一点狂妄 有时候像色彩事件 有时候像阴阶跌倒 有时候像松桃波浪 创造的时候 一切都是载体 宝石是色彩的载体 色彩是蝴蝶的载体 蝴蝶是大地的载体 大地是宇宙的载体 载体中有载体 一层一层的关系 在互相一层之中有了意义 我叫它们蝴蝶 像是天文学家 张蝴蝶星云叫做蝴蝶星云一样 像是植物学家 张蝴蝶蓝叫做蝴蝶蓝一样 像蝴蝶结叫蝴蝶结一样 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是蝴蝶 只是因为某个形象或是意象 在脑海翻起了与蝴蝶有关的印象 为了让色彩飞舞 我在蝴蝶的翅膀上做雕刻 雕刻就是为了光的布局 让光在简卷的路径上穿梭往来 让光在折射之下停住徘徊 有了光蝴蝶的色彩就有了生命 在静止的状态下 视动飞动 仿佛已经飞越了天涯 这些雕刻通常是行云流水或是 叶脉树枝 大自然是蝴蝶的乌托邦 蝴蝶也是大自然的书役 我用雕刻的摸法 让无尽的山河大地 在蝴蝶身上一一的浮现 我也用中国古代艺术 不断纹的逻辑 让这些雕刻纹理迂回不断 天上的一层连绵长久的异议 我们中国人想到蝴蝶 总是会想到爱情 这与我们的文化经典 文化遗产梁珠不无关系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每当耳边皱起梁珠的落举 我还是忍不住 想要流泪 第一次看梁珠 我还是一个笑脸 看见相爱的两个人 不能在一起 我的内心悲痛得不得了 悉不成心生 唯有最后两只蝴蝶 双双地在坟里飞出来的那一颗 令我的内心得到了安慰 那一颗我知道大自然是善良的 让爱情得以转化 得到团圆 这一个家全户晓的经典故事 相信大家比我还要熟悉 这样一个大家都以熟能详的故事 这样一个我在年少时听到的故事 从此就影响了我的一生 可能是前意识里已经有了对梁珠永恒爱的执着 我的蝴蝶也千方百计要追求一种永恒性 我找来了真的蝴蝶标本 要把蝴蝶相牵成珠宝 让蝴蝶的美丽永远鲜活 永远的美丽 永远的漂亮 永远的发光发亮 这个过程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蝴蝶翅膀上斑斓的色彩和纹理 来自翅膀上的灵粉 这些灵粉在蝴蝶的生命过程中 会慢慢的没落 直到蝴蝶往生了 这些灵粉也已经处于凋零的状态 我也不禁感叹 生命本来就是脆弱的 往生之后也就更加的吹唐可破 然而蝴蝶的生命 越是超重直视 我就越是想让它永远的美丽 我愿意用我有限的时间 缓大无限的青春 我用上了三年的时间 小心翼翼的 像是医生在吸手术一样 手术成功 蝴蝶就得到了永生 手术失败 它就永远消灭 我终于成功将蝴蝶的标本 镶嵌在水晶上 被母和碳金属之间 毫无生气的蝴蝶 在宝石的棺材和色彩下 慢慢的苏醒过来 佩戴在人的身上 再一次的飞舞在人间 这一次它的生命没有期限 直到我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三百年后 四百年后 它还是会一样的鲜活如释 在2007年 我在巴萨尔第一次发布 我用碳金属做骨干的珠宝作品 大部分都是蝴蝶 那段时间 大家看见我 都说 我是那个来自中国的蝴蝶人 The Butterfly Man from China 那个时候 我不是听得很明白 也没有去想太多 这几年回忆起来 突然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是超级英雄电影的粉丝 如果说我也有我的神奇力量 我的神奇力量就是创作 只有一天能够创作 生命就有了意义 说到超级英雄电影 我非常喜欢乙霞 电影中的乙霞 他超能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变得像蚂蚁这么小 过去的四十多年 我可以说是生活在显微镜下 走进宝石的身体 做微型的雕刻 做最细密 最济世的镶嵌 既然我没有将身体放大 缩小的能力 我还是实惯了 从微观的精神上面 做运动 说到这里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想象一下 一只蚂蚁 走在桌子上 我打翻了水杯 它经历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急风巨浪 它的旁边 一只蝴蝶拍动翅膀 它的世界 风云变色 卷起了风霸 这就是我说的 微观世界 一花一草一木 这里一吹 哪里一动 都已经足以带来 翻天覆地的转变 就像是宝石雕刻一样 下刀的时候 稍微有丝毫的不准确 已经足以改成作品的结局 我想要补助蝴蝶 拍动翅膀时 引起的气流 在没有科技协助的情况下 我只能够找到一盘水 一个风筒 还有一个相机 我开动风筒 吹在水上 用照相机 把水上的波浪拍下来 雕刻的时候 就参考那些照片 我一手拿着风筒 一手拿着相机的动作 想起来 还是一个很搞笑的动作 但是为了创作 就算要做再多的杀事 我还是心甘情愿的 青灵的蝴蝶 突然又出现 突然又消失 我们都以为它是沉默的 原来科学家发现 它们在一起的时候 还会发出声音 还会与对方沟通 到底它们都在谈什么事呢 是谈论天气吗 是讨论那些在花比较香吗 蝴蝶知道质子是蝴蝶吗 蝴蝶知道花是花吗 蝴蝶知道质子和花的分别吗 我有一连串的问题 没有一连串的得案 终于只是将我的好奇 做了一连串的创作 对于蝴蝶而言 我的存在或许一点也不重要 我的好奇更加不是 它们有兴趣要知道的 它们生来就是为了防险 它们的美丽也是为了防险 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无论如何也是了五千怪 无悔无憾 只有人类是多情的 世世代代将情感投射在 星星里 太阳里 月亮里 在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里 写很多首情诗 咒很多首的落句 做千千万万的蝴蝶梦 感谢科技的发达 我对蝴蝶的奇事妙想 找到更广阔的空间 科技还没有普及之前 宇宙还没有被发现之前 天空就是我们想象的尽头 我们想象云上的宫殿 有神仙 有了科技 我们知道天外有天 有不同大小 温度 地貌的星球 有各种各样的太空的现象 有超新星 黑洞等等 我做的蝴蝶也随着 会比大自然做出来的更好看吗 我要做蝴蝶 我就要冲破对蝴蝶的认知 我不看蝴蝶 我看空气中的颜色 看水上面的风 看风里面的阳光 在无形无态里面 幻想蝴蝶的美 基因学告诉我们 血缘关系越远 越能取得互补的优势 在创作中 要把可以交换的基因 都交换 而且必须一直交换下去 知识需要不断地转移 基因需要不停地交换 世界万物才得以延续 创意也是一样 基因的交换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是人类进化的基础的法则 做艺术的人整天想艺术 转进去 转不出来 是对自身的一种局限 这次连来经常都有人问我 Wallace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是珠宝家 雕刻家 艺术家还是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是 又什么都不是 在创作的领域里面 具有就是最大的助力 我可以走进艺术里去做科学 我可以走进艺术里去做科学 走进寥的世界去做鱼 走进魔术的世界去做猪把 走进风的世界去做蝴蝶 无论是深入一点的基因交换 还是广义一点的跨界创作 都是当代精神的最佳的体现 只有跳出自己的世界 才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一个大家都一定知道的故事 是专周梦点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我感受到深深的共鸣 到底是人生如梦 还是梦如人生 反正我们一天还是要睡觉 一天还是要穿梭在两个 婆娑迷离的状态 我们唯一可以决定的 就是我们到底想要当梦终蝶 还是梦里人 我决定不了 就当了一个butterfly man 既是梦终蝶 也是梦里人 一些科学的理论说 我们在梦境中 遇见过的每一张脸 都是来自我们现实中遇见过的 这令我想到皮卡索说的 艺术不是真相 艺术是令我们认知真相的方言 梦女艺术那么微妙 那么神秘 有人问过我 Wallace 你为什么要做蝴蝶 做艺术的要做蝴蝶 做珠宝的也做蝴蝶 你做的蝴蝶又跟别人做的蝴蝶 有什么分别呢 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要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呢 梦的吸引在于我们 在梦境中遇见过的每一张脸 都是来自我们现实中遇见过的 我们之间 99.9%的基因都是一样 却有那么的 0.1%的不一样 就成就了我们的不一样 我们都是宇宙里面的一颗小尘埃 我们都生生世世转化的能量 我们思想的记忆 身体的记忆 成就世世代代的 世相相识 今天的梦不是今天的 是昨天的 是前天的 是明天的 是上半生的 也是下半生的 梦在我出生之前出现 在我往生之后 也不会停下来 梦的另一个特点 是将我们熟识的人物和事物 和事物度陌生化 陌生化也是一个文学的理论 就是说 卓家在内容和形式上面 故意的颠倒常态 在艺术上超越的场景 当我们看见一些熟识的事与物 在不寻常的方式 或是情况下出现 我们的梦观和情感受到了刺激 比方说 蝴蝶的翅膀 正常来说是对称的 但是一只蝴蝶飞到你的眼前 翅膀不对称 而且像是海浪一样 难道你能够不感到好奇吗 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做梦 我要忘记蝴蝶是蝴蝶 忘记我是我 才能够拥抱我的好奇 以及承受创作中的各种可能 如果我还是对现实中的经历 经历过的 熟识的各种的形象 执迷不悟 就算再努力创作 最好我也只是在魔法已知的存在 创作中最吸引我的 是那些未知的存在 是走进无人 无我的地方 像是那个在宇宙深处未被发现的星球 像是距离我们四千光年之远的蝴蝶星雨 身体去不到的地方 只有想象去到 身体是不自由的 是想象令我们能够走到世界之外 无拘无处的 于是我徘徊在梦与现实的边缘 半心半美的创作 又做了好多的蝴蝶 你可以说它们是蝴蝶 可以说它们是外星的生命 可以说它们是光 是色彩 是记忆的碎片 是生命的证据 冲破了认知的陷阱 它们可以什么都是 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这一对蝴蝶星雨 完全是受到太空肿处拍到的蝴蝶星雨 所启发的 我用了纸巾雕刻 宇宙的流动的棺材 我用太金属雕刻 人类意识的形态 我用宝石 凭借岁月的机关 我用蓝色的身体 去展现它们超现实的存在 戴起来的时候 这件作品与人的肩膀构成了一个角度 也是空灵 也是浮动 再一次 这是主观情感的投射 然而这一次 我的情感投射到外太空里去 我想象蝴蝶星人 酸酸对对 无忧无泪 牺牲在蝴蝶星云上 童年的回忆 梁珠的爱情 专时的梦蝶 在轮回了无数次之后 成就了这一对 距离我们四千万年的蝴蝶星人 为了要守住 守护这一对蝴蝶星人 我还用太金属 做了一对的蝴蝶侠 蝴蝶的故事千回百转 没完没了 还会一直的发展下去 发现下去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美 完美是一种追求 求之不得 不求也不得 生命中充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完美 我也充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完美 当我创作的时候 我去到一个许多光年之外的星球 一个完全建构于自由想象的星球 这个星球上 什么都有可能 连不可能的完美都变得有可能 创作是一个自我援助的过程 我追着完美的尾巴 跟完美拉近的距离 也将生命中的一切若有所思 化为圆满 以上就是陈诗音的蝴蝶园 还有很多无法用语言说得清的 千诗万诺 千头万诗 期待大家在作品中 一意去发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